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示範這個 Mate 9的關節手勢 很怪 那這也是我第一次碰到這麼奇怪的一個手勢功能 那一般來講呢 以蘋果的手機來講 或是以蘋果的這個 iPad來講的話 它有手勢功能 它用單指或是雙指 三指或是四指 它可以針對於一些快速設定的部分 做一些手指的一個手勢 輔助的一個動作 那這次呢 在華為的Mate 9身上 其實也有這樣的功能 可是呢 它必須要用我們的關節 用關節 沒錯就是關節 那其實呢 看到這邊 我也是有點傻了 因為為什麼用關節呢 可是實際上用一下呢 它其實是蠻好用的 那有些朋友他會覺得說 用關節 關節去做一些手勢其實 不太好用 那這邊其實跟各位分享一個小技巧 用敲的再去畫 用敲的再去畫 這樣子的話 會對於你在使用這個關節的一個手勢來講 會比較好上手 也會比較好掌握到那個訣竅 那現在我們來示範一下 關於關節的這個手勢部分 我們看一下這個 今天如果我想要截圖 關節敲兩下 OK 截圖起來了 OK 所以呢 我們敲兩下 跟關節敲兩下 螢幕就可以截圖了 那 還有什麼樣的動作呢 當然你可以寫不一樣的字型 幫我們寫一個S 敲寫 敲 敲寫 寫S是幹嘛呢 寫S就是我們在截圖 在看網頁的時候呢 它可以進行一個大範圍的截圖 這個跟NOW的一個 連續截圖的功能有點類似 除非你輕敲寫一個S 是在螢幕上 或是你在用瀏覽器 在瀏覽的時候 進行一個 多螢幕截圖的時候 就寫一個S 那你也可以 敲 寫C 開啟相機 不好意思 敲 寫C 開啟相機 我們再來是 敲 寫C 好 我們把它回去好了 OK 敲 C 開啟相機 OK 那還有什麼樣的符號呢 敲M 可以開啟音樂 OK 敲M 開啟音樂 但這種東西呢 需要大家 常常的一個練習 其實 你不用太大力 你只要一個輕敲在寫的動作就OK了 敲寫M 寫清楚一點 敲寫M 它就可以開啟音樂了 那你也可以做其他的截圖 包含 我用畫的 比如說想截這裡的圖 敲 敲 畫起來 我就可以截這邊的圖 那它的截圖呢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截完圖起來 它有一些形狀可以選擇 比如說愛心的截圖 圓圈的截圖 或是正方形的截圖 或是心形的截圖 那你可以在這邊做編輯 編輯呢 我覺得這個東西還蠻好玩的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加馬賽克 把你想要馬賽克的地方塗一塗 這個地方就會變成馬賽克了 所以呢 華為這次呢 這些手勢功能 個人覺得還不錯啦 乍聽之下 用關節 很像很怪 我昨天也設施了很久 一直在那邊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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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理我 到最後呢 我覺得 就是要這樣 有個輕敲的動作 你再去寫出你的指令出來 不然輕敲 吸 開相機 或是 輕敲寫個M 開啟音樂 或者是輕敲 畫過來 這個可以多弓 我們來試一下 輕敲 畫過來 它就可以進行一個多弓的動作了 好 但是呢 它不理我 所以呢 它就是這個關節的一個 手勢功能 輕敲 再寫 輕敲再寫 將你的成功機率 會高出很多 那這些就是 Major的一個 關節 手勢功能 介紹